薯仔炆雞是我大女兒最喜歡的 這個做法也是她喜歡的做法 她不太懂煮食 未來九月她會入大學 希望有需要她可以跟著這條片來 煮到她喜歡的食物 材料用了三塊雞上腿扒 沒有骨 另外六至七隻雞翼 這個份量應該可以做到三至四個人的碟頭飯 另外用了六至七個薯仔 首先將雞上腿扒切件 連雞翼一起醃 我用了一個湯匙的生抽 兩個茶匙的糖 一個茶匙的粟粉 大概半個茶匙的酒 還有半個茶匙的麻油 將所有醃料拌勻 大約醃半個小時 然後將薯仔批皮切件 煮一煮滾水 開火大約兩至三分鐘 撈起一�融 還有我們準備好醋 用了兩個湯匙的蠔油 一個湯匙的生抽 一至兩湯匙的老抽 2-3茶匙糖 加少许盐 2-3汤匙水 试试味 看味道合不合你 开始煮 开热 加入油 油热时 加入鸡炒 如果你喜欢香 你喜欢蒜头 可以加入蒜头 炒蒜头才炒鸡 但因为我大女儿不喜欢 于是我就没做到 你一路兴热鸡 炒一炒 它差不多半熟的时候 你就可以下薯仔了 你见到鸡都转了色 就可以下薯仔 将薯仔和鸡拌均匀炒一炒 随意炒几下 就可以加上刚才的汁 你见到我碗汁的水分 都有一碗 但不够的 你就加滚水 加到鸡的一半 然后就盖盖 收火炒20分钟 大约炒20分钟之后 你见到薯仔都开始溶 它溶在汁里 汁就会开始变稠 如果你的薯仔不溶 你可以找几个比较软的 就压烂它 再煮多一会 那应该就够稠 可以上碟了 那这个菜 就是做碟头饭 加碟菜 就可以吃了 你见到薯仔 是开始溶 这个状态 是最好吃的 希望你享受